老鞋们新款的这个本田雅阁上市了 本来我不想说的 但是在这个场合我可以说一下 那里面是闲的 正在那啥的 怎么有信心卖20多万的 高配还卖26万 而且他那高配我看了一下 都没有10多万的国产车 真的 都没有什么爱瑞泽巴 什么吉利辛瑞 是不是 比亚迪秦普拉的DMI 都比得强 真的 就连奔腾B70都比得强 咱对比一下他的价格吧 那个本田雅阁最新款 对比这个比亚迪汉那个 那个冠军版DMI 咱们看一下 老鞋们看着 左边本田雅阁 刚上市的 卖20多万 卖他真6 我就不说啥了 外形丑 内饰也丑 科技配置低 然后动力也不行 然后再看这个右边 2023款比亚迪汉DMI 冠军版DMI 简直就是无敌 来 看看行驶的情况 咱们对比一下 白宫里刹车吧 加速他肯定干不过 比亚迪 那都不用质疑 这事 看看刹车 我咋这么不相信 他刹车性能 能比这个汉好呢 简直就是扯淡 大家参考一下 看看外形 那外形的雅阁 简直就是跟什么 哎呀 不说了 比亚迪汉比的强太多了 还比较便宜 还比较好 不是本田雅阁 哪有信心卖245万 256万呢 买他的人 是脑量流体了 那我在想 嗯 回来 尺寸看尺寸对比 一样 4米98 4米975 差不多 宽度呢 宽度汉就比他宽多了 1米91 他在1米86 高度呢 高度也不行了 低了46毫米 怎么看都是选比亚迪汉 没有任何理由选个雅阁 而且还给鬼的送子弹 是不是脑袋是不像驴体的 对不对 来颜色看一看 这个颜色跟 这颜色看一看 好美 怎么看都是比亚迪好看啊 类似来比亚 哎呀 雅阁的类似的 反正比那什么丰田 还能强点 比大众能强点 但是跟比亚迪比 那就简直 哎呀 怎么说 看 最后就看出效果了 是吧 蛮毒的 这个不如刚才那的 就这个类似 就这个挡杆 怎么跟比亚迪汉比啊 而且比亚迪汉 还有比的便宜看 哎呀我操 满雅阁的就是个傻逼 不要再给日本人送子弹了 别满雅阁了啊 选比亚迪汉 这个再换一换 它就蓝的 它就啥啥的 来喝一点 怎么看都是选比亚迪汉 没有理由选雅阁 老铁们看到了吗 不用我总结了吧 就不管是不是爱国的原因啊 是不是给这个小鬼的送子弹的原因 光看车的产品力 那要是选雅阁的 真是脑袋上就提了 白给都不要 太落后了 你能花一两万块钱 买个三十年钱BB级吗 不能吗 所以说还是比亚迪汉 而且比这省油多了 比它续航厂 比它省油 外形帅 内饰豪华 安全性更比它高 听懂没 全比亚迪汉 雅阁白给都不要 记住没 毫不符어요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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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是 人家哨伴喂